来了来了 我是柏姐是BQT 万万没想到我听了半年的马赫 在最近居然被各大嘻哈营销号 广泛的宣传 费克也说他将会成为 2024年最佳说唱新人之一 连徐郑珍也对他赞不绝口 而且最近不少homie 也有私信叫我去做马赫的歌 但大部分是骰子或者板栗 这两首对于我而言都是好歌 但是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他另外一首歌 那就是较为冷门但非常好听的单曲 糟糕的日子里 我认为这首歌很能代表他的风格 所以让我们来听听看吧 如果你觉得不好听的话 可以来打我 糟糕的日子里 我觉得这个鼓蛮帅的 咚咚大 让你们配上我调整的天平像生活的脚架在疯狂的变形 苦中做了我旋律的精灵 My life so sup 这想法可清零 自由和孤独在房间里碰面 专机我注意来做一点奉献 Excel表格 Everyday创建 Birthday cave with the brand new 项链 未来的天空的季节很少雨 Dude next week 我们晚睡又早起 You see broccoli 露出个暴力 我身边的兄弟都二十多好奇 想要那边去我交给了老弟 组传的配方把严家少许 贫富的心情我会牵了包皮 周末吃火多的横上个小圈 Sala不得心情就像雨后地也干了 我本领先装的斗笛 但是花的也不多 但是疲惫总是过来 找不选的新的工作 慢慢帮你录一碰你 还好没写完的歌 以前一起帮的朋友 现在全都上了电视 那就不能理解不够 我的手会一的错 但是懂得看不看吗 我把说的东西都先跳了 Date all my fellow 高级画面冰上 Yeah 怎么样 是不是 他整个Full仪器课程非常的顺畅 你不会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拥挤 我觉得这也是他个人在Full编排上面 比较特殊的地方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他说英语的时候 整个发音跟他的中文非常的像 所以在英语部分有时候听起来 你会觉得发音有点不正确 但我觉得他这种改音调的方式 正好让他营造了一种 与种之间互相切换 十分顺畅的感觉 虽然这样子会让人诟病他的英语 但是我觉得听着顺了就行 那么接下来是杜一峰的Hook 我也非常喜欢 这一段假音哼唱非常鸟耳朵 Taste and Razz I miss you badly I got nothing but memory 不敢去靠近是我Bad Happy 明天是周一我依然会爱你 单挑的烦恼 You wanna trap me 我想在你逃离 If I had a record 我搞砸了昨天 我祝福我自己 我还不想长大 我保守着秘密 Think me 抱歉 我没能拨通你电话 真诚的交流 我放到了线下 想买一束鲜花 我给自己放假 聊一聊天 只在看看变化 优秀的朋友们走出了国门 美好的愿望 用苦澀来合成你可爱的香水 会说话的绘本 想念的距离是脸上的泪痕 糟糕的日子里 让我能认识你 Summer time in Paris 诶 要有这段旋律转换 超爽的 想念的距离是脸上的泪痕 糟糕的日子里 让我能认识你 Summer time in Paris My light I play is like black comedy But you're so hard like 100 degrees Oh you're about to fly Stop the crowd Are you ready come here Fuck the ride Baby I just wanna look into your eye Play that song I wanna dance until the night 我有太多的关系 我需要来重构 要认真的见你 要穿得很隆重 有好的坏 要将我下首歌红豆 我这样的生活 我自己能承受 难弄的电影 我流浪着豆瓣 把简单的爱穿 你给我的欧曼 快乐的冠军 但难免会落败 我调和着色彩 Draw like a morn Good night Yeah Lock so hard you kiss that road Just all you know I be rap bad on this My show show Just put your self love on a reading Even it's dark Make it a trip without a reason Tickin' the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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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怎么样 非常好听 OK 那么这首歌 为什么我会特别的喜欢呢 首先他的歌名叫做 《糟糕的日子底》 听起来非常的EMO 感觉好像被整个世界抛弃一样 但当你播放他的时候 你会感觉整个编曲 非常的有积极感 包括和声 吉他旋律以及古典 都能给你一种 自由自在唱游在路上的感觉 而且在歌词方面 非常有生活气息和画面感 他并没有宣泄过多的负面情绪 而是通过描绘一些他心里面的一些挫折事 然后去展现他内心不被打败的冲劲 虽然这首歌在制作方面 说不上十分的优秀 十分的惊艳 但玩玩这种简单的感觉 只要搭配得好 就能让你听得浑身舒坦 让你忍不住的跟着这首歌 Take it around Take it around 然后就是马赫的作品 他不会跟你说 我很有钱 我有大屌 也不会跟你哭穷说 我需要钱来帮助我的同学 他反而给我的感觉就是 恰逢少年时异性风发 就像大部分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我们一样 有着安稳的生活 但也会维持着烦恼 也会想飞往更高的地方 他的作品就是 上发着这股吸引普通人的魅力 所以蛮高兴马赫能被大家看到的 如果你喜欢他的歌 也记得去音乐平台支持他 这里是微狗T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